补习班上课也常常穿得很辣的陈子玄 在嫁给高国华之后呢 轰动一时的补教人生 嗯 应该可以落幕了吧 还没 高国华在补习班的网页上 没有刊登了严正的声明哦 说婚变的原因是因为 前妻蔡玉璇的忠贞问题 才会造成严重的裂痕 把婚外情的过错推给了前妻 又再度的掀起了风暴 双手紧紧交握 高国华今年五月密取陈子玄 两人一同现身荧光幕前 事业合体 试图立正因补教人生重挫的补教事业 而过两个月 现在更有了新进展 高国华的补习班网页上 日前刊登了一篇声明启示 内容提到 因妻子的忠贞问题 婚姻发生严重裂痕 高国华还说 人不负我 我不负人 但此话一出 似乎把婚变原因怪罪在蔡玉璇身上 质疑对方不忠 不止这样 对于自己形象受挫 高国华还强调 是因为媒体本末导致加油添塑 以及不孝的补教业者 趁机见缝插针打落水狗 把外遇过错 全推给媒体和补习班同业 那我都想用低调防止 所以我昨天执勤的衣桌 是执勤我们的员工 只是看看去年八月 高国华和陈子玄在车上的亲密照曝光 明明就是自己先外遇 现在却撇得一干二净 我也希望他们能 真的就给我一条路 不要这样子再一直攻击我 一直攻击我 对高国华推卸责任 蔡玉璇表示事情过了 不想再谈 只是补教人生的戏码 到现在已经过了一年 原以为落幕了 没想到一波未凭 一波又起 中间新闻综合报道